特殊景象 上海新闻 问问问不道 好 镜头就关 我们要来看的是 电影中破菜里面 传说中台湾的秋楼菜 鸡仔地豆皮 这一个鸡汤 是再度的翻红 现在呢 它是远渡台湾海峡 来到了北京 继续飘香 电影中破菜上映之后 这道传说中的首路菜 鸡仔猪肚皮 一气爆红 香鸡猪肚和鞭 三个食材合为一体 这道传统的台湾首路菜 过去是有钱人家 才吃得到的高档料理 但是要从台湾到北京 重建这一道 台湾料理 真的是煞费苦心 光是食材的超纵运费 就超过了台币上万元 我最爱海关 因为有些东西 我一直在说 奇怪那东西好像不能带 但是我们带了 台湾半周料理中 少不了的佛跳墙 其实是闽南菜 福州话叫佛寿泉 跟佛跳墙的发音很没同 台湾的话是用 叫最古老传承的 就是一些红烧的东西 比较有像绿桃 本身的有预香味道 还有葱烧 红色桃喜的昂姑贵 也是越过了台湾海峡 到了北京 才开始手揉硬抹 要去的是 屏东车城的绿豆蒜 没吃过的人 分不清楚 到底是蒜头还是绿豆 对 刚开始连我自己都误会了 然后奇怪 绿豆蒜这个 蒜头的甜汤是怎么喝啊 真正来自台湾 最原汁原味的台湾传统燕客菜 登上了北京五星级饭店 不单单是定义里才看得到 端午节前在北京也吃得到 杉丽新闻 铁儿详细别 北京报道 台湾市议会 今天再度开议 还没开始 打开议